今天有個遮陽 還好樂 但很棒 希望台風還要來 真的 欸我們很久沒有回來台中了 再跟大家忘了一次 欸台中!台中! 欸嘿! 對一陣子沒有回來 那麼 今天很榮幸是我們Piscor的第三個 今天Piscor的第三次 第三次來到自由路上要跟大家見面 對不對 對 應該說來這場活動的就是有品味啊 讚啊 很棒 對謝謝 今天入場是那個自由樂捐 捐多一點 謝謝大家 那今天很開心又回來自由路上 那我先杯一個吉他 今天其實準備很多話想說 可是剛剛有點害羞 我以為剛剛點完就沒有人看過 好來開玩笑不要講幹話 今天 今天是自由路上 那我們來第三次了 所以對於言論自由講很多 關於言論自由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老掉重談 但我想說的事情是 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們在這個國際上 我們好像沒有那麼自由 因為我們的言論是會被中國打壓的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對 那有時候在想想到底言論自由是什麼 對 到底是什麼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絕不能 對著 世界人說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說了 我們會被打壓 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 我也搞不懂 對 對 即使在台灣 我們是有言論自由的 可是 我們就講 音樂 音樂這件事情是 這件事情是 即使是台灣的音樂團 也是很多人不敢 把他們內心真正的話想說出來 對 言論自由 好像 被外在司令 不要講外在司令 我們的言論自由好像 我們還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間 在這個國際上 我們 今天年輕人很多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我想再講一次就是 本人身為一個跨性別者 生活在這個社會上 我要的就是 一個平等 自由的存在 希望全部人 很平等的看待我 這樣子 我就是我 我會活著 身為台灣人 一樣在國際上 希望 全部的人 可以平等看待我們 是一個國家 那 這件事情 慢慢在台灣 越來越進步 接下來 就交給台 年輕人了 對 你們要傳承這個精神 因為 只是在很多很多很多 前輩的努力之下 我們今天才能走到現在 對 所以我們千萬 不要 忘記 這個精神 OK 答應我 好嗎 好 你們最慣了 我知道你們做得到 我最愛你們了 對 耶 我們去年底 發起那首新歌 上個禮拜 發了第一次 喔 動畫MV很可愛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因為不知道是不是 有提到敏感字眼 所以 這首歌 出擊率很低 有點難過 所以大家要回去Piscope門看 我們發一首歌 叫這場用品 是我們跟 香港的私人合作的作品 那這首歌是 我們2019年 站在香港的街頭 看著 許多的人去抗議 當下的場景 印在我的眼中 我們把這首歌 帶回來台灣 今天送給大家 叫這場用品 繼續 繼續 用力的跳舞